谢谢 最近我真的特别不懂丹桥 我的球技居然 居然斗不过他了你知道吗 太不可思议了 你最近事怎么了 你多说我几句不就好了吗 丹桥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红小豆吧 久仰久仰 看来她是在你面前说很多我的话了 赵大公子 还不赶紧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忘了介绍了 这是宁兴 丹小姐好 你好 就 这 就结束了 就 就这么四个字 她是宁兴 你跟我介绍的时候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啊 大家有没有兴趣 听一下丹桥是怎么跟我 介绍这位宁兴小姐的呢 人呢 来 来来 在我还没有跟她见面之前 我觉得这些年最了解我的就是她 人是分层的 有些人就像是灰尘 轻轻地飘落在你的表面 而有些人呢 就像是一餐美味 走入了你的胃里 她对我的渗透 就像是一颗感冒药 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又回到了我的心脏里 就是 看来是我话太多了 好 宁小姐 你在这儿待一会儿 好好照顾她 那我先来来啊 很高兴 很高兴认识你们 三角 怎么了 嫌我话多啊 不不不不 只是 我感觉非常不对 不应该是她 胡说些什么呀 不是她那她是谁呀 你不是跟她去见过面的吗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跟我回去 要不要用 不不 不 等等 登场 丁小姐 我们在聊什么 没什么 这样 你们先聊着 我去一趟洗手间 丹桥 丁小姐 你别在意啊 丹桥就这样 表面凌淡 内心火热 其实她特别地在乎你 希望如此吧 当然 每次她提起你的时候 都特别地兴奋 谢谢 不知道丹桥有没有跟你谈过 就是你们聊天用的那个APP 那是她留学时开发的一个项目 后来很快地就下架了 只留下了你一个用户 她就为了你一个人 维护了这个服务器四年 丹桥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 对她的打击特别地大 所以她很难开始 不过只要她认真了 她就会特别地用心 丁小姐 给她点时间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来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派对 来 那 你随意 我过去陪一下我的朋友 好 谢谢你的朋友过来 玩得开心 谢谢 你好 丹桥 好久不见了 丹桥 介绍一下你朋友 她是我在国外念书时就认识的朋友 你好 我叫杰西卡 你好 我叫宁兴 你真幸福啊 拿下来丹桥 之前我们一起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多少女同学追她呀 没有一个到手的 不过我今天看了你 我可知道了 原来她喜欢你这种啊 性感与优雅兼具的女人 各位各位 各位 既然今天晚上这么开心 那不如我们的第一支舞 就请我们的丹桥 和我们的宁小姐一起跳 好不好 好 麻烦你了 不客气 丹桥 你怎么好像不太喜欢我的样子 你是不是她 告诉我 你是不是红小豆 这真的重要吗 这真的重要吗 这当然很重要 丹桥 你要知道 我在网络中 叫红小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女心 你不能只是喜欢网络中的我 而不能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我吧 宁心 我真的很困惑 真的 为什么 因为 我对宁心不了解 我了解的可能只是红小豆 并且我知道我喜欢她 依赖她 你要知道网络中和现实中 人总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如果你的这些差别 都接受不了的话 你有什么四个她喜欢 文强 我想得很清楚 我知道自己的心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孙美芳 定婚一次都要开始 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不用跟我说了 我是不会去的 你听我说 不管你们发生什么样的矛盾 咱们到现场解决 你这样一走了之 你让米奇悦以后怎么做人呢 我跟你说 以前 我姐姐也是在婚礼现场 被新郎毁婚的 给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不管怎么样 你要跟我去 你不用说了 你只是婚礼的制作方 不是协调员 再说了 婚礼能不能进行 你都有钱收对吧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是责任和担当的问题 你作为一个男人 不可能这点素质都没有吧 你不用说了啊 我是不会听的 走吧 我 开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不听你说的啊 来来来来 走开 赵丹强 你家洪小豆的脸都红透了 你还不上 就是嘛 快点啊 没吓到我们赵总 还会脸红啊 喂 赵总 出事了 李契约未婚夫跑了 快昏倒了 被送医院了 我知道了 你先冷静一下 不要着急 我这边有一点事情要处理 你通知宁夏吧 让她处理一下 小夏 小夏她也出事了 什 什么 对不起 我有事要先走了 戴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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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